这货车点到现场的时候呢 发现前方已辆货车90度翻覆在道路上面 而里面呢有好几人受伤了 而地点就发生在高雄大辽区台巴巴县的7.8公里处 在今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呢 发生了擦撞意外 根据了解是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 他开自小客车 沿着台巴巴县呢 在这个造势地点变换车道的时候 不慎追撞前方的自小货车 导致货车失控繁复 但没想到呢在货车的车斗上呢 还坐了另外的三男一女 因为这样的繁复之下呢 有一名42岁的红姓男子 直接抛飞出去 结果坠落桥下 当场呢是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后不治 而另外根据了解呢 在后车斗乘坐的呢 还有一名66岁的陈姓男子 24岁的黄姓女子 以及13岁的林姓少年 三人呢则是有轻微的擦塑伤 但还好意识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而详似的肇事原因警方 还要再进一步的厘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